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我们每年都会给自己的爱车做保养 也会在夏天给自己家的油烟机和空调做清洁 但我们似乎在忙碌的生活中 却忘了给自己的身体器官做清洁 说起24小时工作的器官 所有人第一反应都会是心脏 其实除了心脏,在我们的体内还有一个劳膜 甚至24小时不停歇地过滤代谢着废物 我们吃进去的物质,饮料,食物,空气 以及代谢所产生的毒素都会经过肾脏 日复一日,连复一连 肾脏不断为身体排毒 就相当于人体的净化器 但事实上肾脏也是需要排毒的 家里用过过滤器的都知道 用久了上面全是脏东西和污垢 我们全身的血液每小时经过肾脏20次 一旦污染毒素过多 就会造成肾脏负担太重 从而会导致肾脏功能退化 六种信号是肾脏在求救 第一,容易疲倦 体内的毒素消耗了肾脏的能量 肾脏提供的能量减少 于是出现疲倦,视之无力等 第二,女性月经量减少 或者是经期短,颜色暗 月经的产生和消失 都是肾脏功能是否旺盛的表现 如果肾脏中很多的毒素 经期就会减少 第三,下额斩斗 脸部下额部位由肾管辖 肾的排毒不足 多余的毒素就会表现在下额部位 第四,水肿 肾脏管理体内液体运行 肾脏堆积毒素后 排出多余的液体能力就会下降 然而会出现水肿 尤其是在早上 很容易出现腐肿的现象 第五,尿液浑浊有泡沫 尿液的清澈与否 泡沫的多少 都是直接判断了肾脏的健康问题 而肾脏一旦出现问题 就会与肾炎、肾结石、肾功能和衰竭等疾病 有着直接的关系 严重者甚至会危及生命 如果小便泡沫突然增多 长时间不消失 说明尿液中排泄的蛋白质比较多 尿液颜色呈现出浓茶色、酱油色或者是浑浊 如桃米水时 就应该引起重视了 这些都说明你的肾脏可能出现了问题 第六,脱发或者是白发增多 中医认为肾肠筋 其滑在发 而头发的营养来自于血 肾肠筋 筋生水 而水造血 所以头发的生机 其根本在于肾 头发失去关折 很早就出现了白发、脱发等症状 都有可能是你的肾脏出现问题了 除此之外 还有停力下降 腰酸背痛都意味着肾脏出问题了 据加拿大自然疗法医生介绍 香菜在移除身体积累毒素的同时 还能够维持肾脏健康 用香菜给肾脏排毒的最佳方法 就是饮用香菜汁 今天就把这个食疗方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把新鲜的香菜 先把香菜彻底的清洗干净 然后再把它切成小段 切好直接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20克左右的黑豆 常吃黑豆对肾脏有好处 黑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多种营养元素 维生素等 其具有健脾 益肾 清热 解毒等功效 还可以用于治疗 因为肾虚出现的五心繁热 灶热 倒汗 心繁 失眠 腰西酸软等症状 黑豆可以促进肾脏排出毒素 黑豆它有很多抗氧化成分 黑豆可以起到一些补肾的效果 而且黑豆还可以起到安神 瞑目的效果 因为黑豆中含有一些花青素 还可以保护视力 对于眼睛也是有非常多的好处 日常饮食中常吃一些黑豆 可以排出肾脏毒素 起到保健的作用 对于肾虚的患者 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黑豆用清水把它表面的灰尘清洗干净 然后再加入温水给它浸泡半个小时 接着再来准备一个小芋头 先把芋头皮消除干净 芋头含有一种粘液蛋白 被人体吸收后能产生免疫球蛋白 或称抗体球蛋白 可以提高机体的抵抗力 芋头能够解毒 对于人体 用种毒痛包括挨毒 有抑制解毒的作用 可用来防止肿瘤 以及淋巴结合等病症 含有丰富的粘液造素 以及多种微量元素 可以帮助机体究竟微量元素 缺乏导致的生理异常 同时能够增进食欲 帮助消化 芋头中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 可以补充身体内的营养物质 提高免疫力 还能够促进体内毒素 有效排出 芋头养肾 补气 益肾 芋头中富含胡萝卜素 B族维生素 维生素C 烟酸等多种成分 有补气 益肾 天津 益水 等功效 对于慢性肾炎 都有一定的食料作用 尤其是芋头中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 淀粉含量比较高 通过吃芋头 可以补充热能 另外芋头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对于肾病患者来说 可以起到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 可以预防便秘 促进毒素排泄 芋头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微量元素 以及维生素C 对于肾病患者提高免疫功能 也是能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 去皮后的芋头 先把它切成厚片 再切成细条 最后切成小颗粒状 切好 直接放入砂锅中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把浸泡好的黑豆 淋水一起倒进来 开大火先煮开 转小火煮上20分钟 再来准备10克9月的枸杞 中医认为枸杞归肝肾精 主要功效为滋补肝肾肾 能够有效地帮助肾肾和肾肾排出毒素 并且枸杞富含多种营养物质 其中的枸杞多糖是它主要的成分 具有护肝养肾的功效 并且能够增强肝肾排毒的能力 还具有抗癌这样子的功效 枸杞用清水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20分钟后我们打开盖子 里面的食材煮得比较软烂 这个时候碗里面加入几颗冰糖 简单的调一下味 然后再把香菜和枸杞也一起倒进来 继续煮上5分钟左右 因为香菜和枸杞都是不宜久煮的 大约煮3-5分钟就可以了 否则它们的营养成分就会流失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下方留言 加1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5分钟之后我们这道排毒汤就煮好了 直接把它装入碗中就可以喝了 这个香菜汤我们可以每天早晚各喝一次 坚持10天左右 让你的肾脏毒素全部排清光 还你健康的肾脏 肾功能不好的朋友平时除了饮食调理以外 还要注意生活调理 患者应该按时睡觉不能熬夜 熬夜会导致肾脏休息不足 造成肾脏循环障碍 不利于肾脏保护 好了今天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